坐下来 往点收一下 这从两个走开 你往吧 他们慢慢去做 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一代交易系统 将于本月23号正式替换现用的交易系统 切换上线投入运行 广大投资者直接使用的是各证券公司的业务系统 届时将不受直接的影响 如果交易系统发生故障 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时候 上证所将会采取停试的措施 如果交易系统发生故障的当天 以及次日交易无法恢复的话 上证所将回退到现用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美国总统奥巴马15号晚 乘空军1号专机抵达上海 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奥巴马首次到访中国 他是首位就任后一年内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 上海是奥巴马此次访华的第一站 再来关注中东的消息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 埃雷卡特15号公开表示 巴勒斯坦人对僵持已久的巴以和谈 失去了希望 巴勒斯坦已经决定 单方面向联合国提出建国申请 对此以色列副总理 希尔万沙洛姆当天提出警告说 如果巴方做出任何单方面的 不适当的举动 必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地时间15号早上 科索沃地方选举开始投票 这是科索沃自去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 首次由当地政府组织的地方选举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由联合国托管 2008年的2月份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美国军方15号宣布 将在未来的两年内 赠送20架军用运输机给阿富汗军方 以壮大阿富汗的空中力量 当天两架C27A运输机 在喀布尔军事基地亮相 该机形拥有快速起降的能力 载重达到了10.7吨 提到威尼斯人们会想到古老的贡多拉 精湛的手工艺品 以及它悠久的历史 然而近些年来 全球气温变暖 导致海平面上升 昔日兴盛的水城正在走向死亡 14号 当地人为威尼斯提前举行了葬礼 伴随着悠扬的钟声 威尼斯的葬礼拉开了序幕 由威尼斯的标志 贡多拉组成的船队 护送着一具棺果 缓缓地在主运河上航行 当然葬礼是戏剧性的 当地希望借此能够警醒世人 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让威尼斯不要真的死去 谁说世界纪录只是大人们的专利 谁说世界之最的头衔与我们无关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儿童日了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图片 来看看孩子们是如何向 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的 2009年7月30号 6000巴勒斯坦儿童 在加沙北部的海滩上放风筝 其中一半多的孩子成功放飞 打破了此前人们在德国创造的 同时放飞713只风筝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8年6月18号 中国辽宁丹东的400多位小画家 在鸭鲁江断桥上作画 他们绘制的总长度 202.06米的巨幅儿童甜色画 打破了161.73米的世界纪录 2002年6月29号 来自新疆和田 年仅3岁的维吾尔族儿童 所幻想要还长了 小画家 大家看 熟悉 看 那 你